来书包换背包亲子go go go 放学后的时间能学什么呢 唐蓉国小今天发表书包换背包亲子go go go 共学课程记录书来告诉大家 不论是音乐或是烹饪 还是上升下海探索世界 唐蓉国小亲子共学团成立两年多来 规划了90个课程 这本书记录到今年10月前的课程内容 封面由亲子接力创作 厚达456页的书 每篇都是亲子共学满满的收获 参加亲子共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带着孩子开拓视野 因为这本书然后把我们的记忆全部拉回来 我有看字哦 然后看了两个多小时 对啊那时候看一看 不知不觉眼泪有掉下来 其实我觉得孩子他可以学到 课本以外所学不到的课程 比如说他不知道什么是稻米 可是他真的去活生生去碰触到稻米 他没有摸过那个土窑 可是他自己去建一个土窑 这是我觉得蛮感动的 以前还没有参加厕所学校的时候 假日几乎都待在家里 他现在有参加学校活动 家里就会跟家人相似去露营 或者是野炊之类的 校长施志志表示 亲子共学团的活动由学生家长轮流策划 透过多元的课程 补齐学校教育的不足 在过程中家长陪伴孩子体验世界 也能增进亲子情感 出版这本书是希望与大众分享 新世代的学习可以很不一样 我们亲子共学团的课程 最特别的地方在于 每一个课程有个课程秘书 那这个课程秘书是谁呢 是家长 也可以是学校老师 但是主力是学生的家长 也就是说教育这件事情 我们要宣告的是不是学校的事 也不只是老师的事 更是家长的事 所以亲子一起来共学 书包换背包 亲子够够够 全书分食农教育 探索世界 运动竞技 手作创造 散播欢乐 分享爱 亲子共夺好时光 等六大主题 有亲子共学 共成长的心情故事 更有丰富课程设计 施志志表示 这本书可让伴学者及教师们 参考教育的无限可能 也适合亲子阅读 并亲自体验课程 书籍定价650元 现在只要捐款500元 至唐荣国小家长会议 就能获赠一本书 评论新闻张荣一流建荣 采访报道 穿上 绝吗 brings Lum 不 绝对 绝对